近日,陈乔恩分享了和陈正飞以及陈延熙的聚会照 还有陈延熙六岁的儿子陈星星 照片中还有一个生日蛋糕 陈乔恩说其实并没有人生日 但是因为星星说要吹蜡烛 于是就订了个蛋糕 假装庆生,这个仪也太宠小星星了吧 分明生日是为了小星星而庆祝的 但是小星星却被挤得只有小小的镜头 陈延熙穿着一身黑色 戴着圆毡帽,造型时尚 陈乔恩的打扮则显得非常简约 对比之下,陈延熙显得脸格外大 陈延熙本就有婴儿肥 这也是困扰她的地方 小星星的脸颊也肉嘟嘟的 在妈妈和鱼姨的夹缝中求镜头 另一张合照中,陈乔恩透露了星星说过的话 星星说自己不想长得又帅又快乐 觉得长得只想普普通通就行 但是,你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亦是分不清小星星到底懂不懂凡尔赛 不知道高颜值给她带来了什么烦恼 让她这么抗拒长得帅 又或者小星星希望别人更关注自己的内在 而不要停留在外表上 挤不进陈乔恩和陈延熙的中间 陈星星就站在身后 樱桃小嘴抢镜,五官非常秀气 不过嘴角向下,看起来心情似乎有些不佳 能成为陈小陈延熙的儿子是多少人羡慕的事情 但是帅哥依然有帅哥的烦恼 今年五一假期,陈延熙晒出了自己在户外的出游照 其中小星星是正脸出镜 不过因为添加了滤镜 所以有些失真 比如陈延熙本人绝对比照片中的好看 想必小星星也是如此 不过网友们觉得即便是如此 小星星也已经很帅了 关于小星星的长相 有说像爸爸成小的 有说像妈妈的 也有说像爸妈结合体的 总之长得好看就对了 纯天然的帅哥美女后代注定也会是一个帅哥 但小星星居然不想长得太帅 此前,麦迪娜的老公江潮意外曝光了小星星的正脸 比陈延熙自己晒出来的好看多了 期待小星星未来也能继承父母的事业 成为一名演员,造福观众的双眼 陈延熙和陈乔恩是很好的姐妹 此前两人还一起拍摄了写真 尝试各种风格,而且两人都姓陈 说不定500年前是一家 陈乔恩看起来很喜欢小星星 要不和丈夫艾伦也早日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吧 陈延熙多年前就说生二胎是计划之中的事情 但是至今都没有好消息 如今已经39岁 希望还有机会帮陈小实现儿女双拳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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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条 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